错过一次再等一年青龙寺的樱花记忆不等人 想要游战的小伙伴准备出发了 每到三月下旬到四月上旬便是樱花盛开的世界 今天不光带领大家赏樱花 也会把青龙寺三个重点景观介绍给大家 而今天的重点便是樱花最密集的云峰阁 云峰阁位于风景区的正南方 这里不但有整片的樱花林 也有各种古风雅致的亭台楼阁 在云峰阁的东侧还有空海纪念碑 空海就是电影《妖猫传》中空海的原型 在云峰阁的西面还建有空海纪念堂 纪念堂的四周树木上绑满了祈福的布条 也不是为一个打卡的好地方 在纪念堂的后方还有雕像及佛像 庄严树木香火鼎盛 也侧面描述了当年空海来大唐求学的故事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室外展品也颇为引人注目 而位于景区中心的古园楼则是室内展品众多 但由于古园楼周一闭馆 并且下午四点半就停止入馆 所以计划入馆参观的朋友请务必规划好时间 以免错过祸盐 另外景区亦有牡丹种植再次不赘述 谢谢大家的收看 希望大家关注支持 下次见